0乘上70还是0,最大多少?0.999 所以可不可能70? 不可能啦,因为他是 他是多少?他是那个0.999,0.999乘上70的话是69.999,对不对? 所以这个后面要加多少? 不过425路之后的话,他应该还是接近70,OK? 所以后面的话你加上30,对不对?然后最大就是99.999,425路的话就是100,OK? 那如果我这样的逻辑按打勾,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往下填,那你这个小数点我取到整数好了 所以这里的话,我把那个小数点,把它通通都去掉,OK?好,那这边的话呢,很简单,就直接往下 然后呢,再往右 诶,成绩通通跑出来了 有没有很快,一下子 通通都有一个结果出来 可是你会发现 有个缺点,怎么样呢?就是当你加总,因为他有个缺点,就是你加总的时候,你加总打勾之后呢 你会发现,诶,他又跑一次了 因为这个Rand函数是怎样? 只要你的储存格,不是储存格,你只要有做一些函数的计算的时候,他就帮你重整 所以你每做一次又重整 那就完了,那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固定下来,所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范围的复制 然后如果你要确定下来的话呢 把它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 贴上值 对不对 值的话就固定下来,里面就不会有公式了 里面的话就只有值 将来你在算总分的时候,就不会有错误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第一个 就是乱数产生成绩 那当然其实可以乱数产生成绩的话 当然也可以乱数产生那个 就是1到49的大乐透 所以其实 他其实用乱的函数就可以 只是说你要排序 你要从 他要刚好A到F要 F要最大 然后A要最小 你还要排序 所以如果用函数 做不到 函数只能做一件事情 可是VBS VBS可以做很多件事情 他可以把你的逻辑 步骤 可能有10个动作 10个动作串联在一起 就可以产生一个你要的结果 更快 所以这部分差异 之后,我们要跟各位说明 那另外呢,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另外还有函数就是什么 Rand Between 那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 两者的差异 各位可以踹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公式的话 就是 公式的话就是这样 这个Rand 乘上70加上30 那其他我想各位可以变通一下 可以变通 这个都 如果你希望 每个人成绩是40分开始的话 那你可以另外一个逻辑 此后 不应该 不应该 瘣 不应该